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好朋友 圣诞快乐 耶稣基督降世在我们的当中 祂认识我们 祂救赎我们 愿祂认识我们的爱 救赎我们的爱 充满在你和我的心中 愿今天上帝的话语 也成为你的喜乐 成为你的平安 约翰福音一章 九到十八节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来了 是要成为我们多人的祝福 要使许多的人 成为上帝的儿女 耶稣基督将士为人 是要拯救我们 是要带领我们 成为上帝的儿女 让我们这些原本跟上帝 无关无分 甚至是罪人 是上帝审判愤怒的对象的 悖逆的儿女 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最得到赦免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使我们重生 让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 其中最关键的一节圣经说 凡接待主耶稣基督的 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 上帝就会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 我相信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今天会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是因为你听到了 主耶稣基督要救赎你跟我 我们把心打开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接待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中 就在我们接待的那一刹那 我们得到了上帝莫大的恩典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基督如何得到上帝的喜悦 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 得到上帝的喜悦 耶稣基督如何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义人 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义人 感谢上帝 这是何等的奇妙的恩典 透过耶稣基督 就临到我们的人生的当中 但是今天坦白说 还是有很多人认为 耶稣是耶稣 我是我 耶稣跟我无关 我也不必信靠他 这是何等的可惜 亲爱的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好朋友 让我们今天 带着主耶稣基督 要住在人的生命中 让人来信靠他 得到上帝儿女的权柄的 这样的一个心意 再次激励我们的心 让我们去向世人传福音 让我们向家人 向我们的办公室 向我们的同学传福音 鼓励他们要来信靠耶稣基督 鼓励他们打开心 接待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让他们接待耶稣基督之后 主与他们同在 主耶稣的宝血洗尽他们的罪 主耶稣的生命的大能 充满在他们的当中 让他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 享受永远的福乐 在圣诞节期间 是一个传福音大好的时机 我们要赶快去告诉世人 耶稣基督已经降世了 你的生命有没有打开 让耶稣也降生在你的生命中呢 这是一个美好的上帝的计划 美好的上帝的救赎的应许 你赶快来信耶稣 打开你的心 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做主 你就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最近我听见一个 很开心的好消息 是临到我的家的 我的岳母写赖 告诉我太太说 我太太的五叔 已经信耶稣了 而且受洗了 我们非常开心 我的五叔 在家族的当中 是一位很受到人尊敬的长辈 那我的太太跟我 常常为她祷告 我们见了面的时候 也会告诉她 信耶稣真的很美好 我们一起去 这个祖先的逢上 过清明节来敬主的时候 我们也祷告 也为家族能够全家信耶稣祷告 真的是上帝如何拯救了我 拯救了我的太太 拯救了岳母 拯救我岳父一家人 现在她也继续的要拯救 我太太的全家族 拯救我的全家族 今年的五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的二姐也受洗 归入了耶稣的名下 成为上帝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继续不断的在拯救世人 拯救你的家人 拯救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为上帝 拯救世人的美好的心意 也来为耶稣传福音 为耶稣做见证 约翰福音 第一章十七节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探 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就表明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要把恩典和真理 充满在我们这一个 无法行上帝律法的人的生命中 主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来源 主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来源 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 会让我们得着上帝的性情 得着神的灵的生命中的 更新的大能 亲爱的好朋友们 若是没有信耶稣 也能够知道是非善恶 但是却没有能力行善 善的标准对我们来讲 永远是一个理想 我们是罪人 我们无法行善 圣经上说我们知道善 但我们却不去行 我们知道什么是好 但我们却偏偏不去做 我们认为好的事情 这是人性被罪所捆绑的事实 唯有信靠耶稣基督 很奇妙的 耶稣基督的生命 会带给我们去行善的能力 这就是恩典 不仅让我们知道真理 我们也能够透过耶稣基督 得着新的生命 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 活出上帝的真理 这是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好朋友 让我们更多的 接受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中 所给我们的重生的喜乐 所给我们的圣灵的充满 所给我们的真理的教训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恩典 赐给我们真理 使我们能够完成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 创造我们的时候的 美好的计划可以完成 我自己成为基督徒 我真的感到上帝 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 给我莫大的恩典 我原本是不爱自己的 我因为信耶稣基督 我开始能够爱自己 我原本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 但是我今天因为耶稣基督 住在我的生命中 耶稣基督圣灵 常常提醒我 常常鼓励我 孩子啊 不要再犯罪 你可以行上帝的真理 你试试看 你来信靠我 上帝总是这样子鼓励我 让我能够不再活在 罪恶的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伤害上帝的人生中 而可以行在 上帝的旨意的当中 圣经上说 这个活在上帝的 真理的旨意当中 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亲爱的好朋友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我真的鼓励你 今天就打开你的心 让耶稣住在你的心中 你靠着他 你会发现 上帝的美好的 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靠着耶稣生命的鼓舞 你可以行出来 你会感受到生命越来越充实 越来越美好 生命越来越有盼望 我鼓励你 还有在我们当中的 已经是信靠耶稣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们 快快去把信靠主耶稣 所得来的恩典 所得来的真理的生命的好消息 去传播 去为你周围的人 来传扬这福音 让更多的人 在圣诞节的期间 不是热闹一场 而是得着耶稣基督 满有恩典的生命 我们一同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爱我们 我们原本是无法行善 也无法行真理 但是主耶稣你住在我们的生命中 重生我们 让我们喜欢来完成上帝 美好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因此就更加的美好 更加的充实 更加的有意义 主啊 愿这样的恩典 临到更多弟兄姐妹的身上 愿这样的恩典 临到我们周围 还没有信靠 主耶稣基督的家人 朋友 同事 同学 灵色的身上 求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